我有种感觉啊 今晚的比赛一定会成为一场惊天之战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王珊珊 绝佳的机会啊 没进 门将这次表现不错啊 成功结尾 对方凶猛逼抢 他选择用身体护住球 像大地一样 虽然比赛开始才没多久 但是进入状态却不马虎 刚才这个球打得漂亮 扑得更精彩 门将表演过了啊 是不是该进攻队员们开始表演了呢 好机会啊 但是他都没来得及起脚啊 最后只是一个球名球而已 这脚球看起来很有威胁 这脚破坏非常关键 也非常及时 如果慢一点啊 对手就能直接威胁球门了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区里 这次抢断非常漂亮 门将用一次精彩的扑救 化解了这脚远射 来到前场了 还在寻找机会 刚刚还说啊 这是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 话音未落 你看球权就被对手拿走了 黄双 对手的这次进攻 止步于他的这脚铲球 凯特林福德 咱们终止了比赛 看这个样子啊 有可能要出盘啊 裁判这次只给了黄盘 大概是因为 没有明显破坏得分的机会吧 只能说裁判这次展示了他的仁慈 犯规的队员多少有些走运了 一脚深门 这种偏太多的球啊 这守门员根本不用做任何动作 狗门员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是 球权转换 这球传得不错啊 哎 这次机会就这么浪费掉了 张锐 传回给了张锐 这次进攻的组织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在打到对方腹地的时候啊 没能推进一步 好的 球还在场内 这是凯特林福德 打破平局的机会 这次是舍身堵枪呀 但是没有完全结尾 球备铲出了底线 脚球 先稳一下啊 慢慢来 队友应该能拿到球 王珊珊 那么好的一个打破将军的机会啊 就这么被他错过了 哎 他是觉得这球太简单 不屑于进球吗 库尼克罗斯 海里拉索 哎 这个抢断犯规了吧 他们没睡 给了进攻有力 防守队员阻挡了对方的一次进攻 这球啊 有点争议啊 不过裁判还是给了进攻有力 这球非常诡异地直接传到了对方脚下 有机会取得领先 再敲有了 打破将军的一个进球 这脚直塞球 值得我们通过回发一看再看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这次抢断非常的关键啊 让对手之前的进攻组织全都白搭了 波尔前场拿球 这次能找到机会吗 我还以为啊 这次进攻可以成功 没想到被对手断球了 有机会打反击 来了一脚传珠 他把危机化解于无形 边才明察秋毫 叛了越位 他们现在啊 就等着迎接对手的攻势了 争抢过程中 球出界了 界外球 断球成功 拿回了球权 传给了王珊珊 守住这球并没有费太大力气 来到对方腹地了 有没有机会 这次进攻 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啊 对手破坏掉了 主持人双手挥动 示意比赛继续 进攻有力 阿里拉索 克莱尔博尔金魂 球友回到了王双脚下 防守好像出现了空档 场面再次回到了平衡状态 比分也被翻平 这是完美的官员场式的单机闯关啊 突的精彩 射得更漂亮 一分被扳平成了 一比 防线被突破了 防线被突破了 还好 给我帮他 王阳补牢了 双方还要再打一分钟 王双 张鑫 上半场战霸 比赛进入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结束 现在继续这场世界杯小组赛的下半场 传给了克 就看他的表现了 全队都要好好感谢一下门将啊 先稳一下啊 慢慢来 克莱尔博尔金魂 一掉铲球 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对手啊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刚才说这次进攻 可以成功 就被他们终结了 一记漂亮的远射 可惜被门将拒之门外 萨姆克尔 来看看他们的进攻端的发挥 这机会能把握住吗 精彩的扑球 小球开出来 往前点打 克尔能拿到球吗 这么近距离的攻门啊 大家都跟着捏了一把汗啊 门将今天这个状态啊 绝对是飘红的 非常极限的把球挡了出去 门将刚刚的表现 可圈可点 对 今天双方的机会都有不少 几次进攻 显得有模有样 希望能够再接再厉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一次接外球的机会 卡特里纳尔格里 传给了福尔德 萨姆克尔 这球不多不少 刚好队友也拿不到 接外球 接外球 加罗特格兰特 提醒大家一下 目前比赛的时间 还剩下三十分钟 科尔前场拿球 这次能找到机会吗 艾利卡彭特 传辉给了克尔 华尔德 守护员这球扑得好啊 后卫成功地将危机解除了 中国女组弄丢了球权 船中直接交到了 对方后卫的脚下 漂亮 这次她是球队的救星 艾利卡彭特 凯特林福尔德 卡特里纳伊格里 夏洛特格兰特 他们这个连续倒角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萨曼莎克尔 有机会 别浪费啊 球被破坏了 在球就要越过门线的时候 防止队员拍马赶到 你要看进攻队员非常绝望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但是没改写比分 是啊 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开始 有机会领先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你看他拿球后十分自信啊 抓住机会过掉了防止队员 漂亮啊 三下五出二就摆脱了防守 这是一个绝佳的进球 又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身边有队友在要求啊 看看怎么处理 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啊 自己代球向前推进 裁判指向了12码点 翻评比分的机会来了 哎 裁判没有给牌 点球是逃不过了啊 他现在肯定很自责 默默祈祷门将能 拯救一下他吧 这球如果打进 双方就回到同一起跑线了 文将猜到了 主阀队员的身份方向 张鑫 说不定能创造出机会 就成功送到了王珊珊脚下 漂亮 头脑非常清醒 近距离的轻巧一跳 球就进了 看下回吧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机会出来以后 轻轻一跳 球就进了 太漂亮了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对方防止队员 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欲速则不达 越位 传给了王珊珊 王霜 倒分的机会 想玩个花的啊 结果弄巧成拙 进了 进了就是经典 没进 那只能是笑点了 他们要调整 上场比赛的球员 切断了对手的球路 强断成功 漂亮在门前抢到了球权 马上又可以进攻了 他应该要更小心一点了啊 这次要感谢裁判手软了 好球 非常好的机会 这机会能把握住吗 文将这次是小漏了一手啊 教练这是要一下换上两名替补 危险还没有解除 防守方把球踢出了底线 脚球 脚球直奔进区中间 没有找到队友 卡特里纳以格里 预判了对手的球路 成功拦紧 这球啊 裁判给了一个任意球 他们再度控球 还要再补食两分钟 全场比赛才能结束 福乐 有意思了 裁判给了点球 现在追一个回来的话 比赛还有得打呀 这时候追一个球回来的话 比赛还有得踢啊 这个点球啊 角度选择的不错 比赛已经被改写成了 比赛到此结束 哪里 不错了